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88集 凤九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湛青城已经转身 沿着长廊往湖塘岸边走去 她离开后 那份沉重的压力也随之消失 凤九儿松了一口气 明明是该觉得轻松的 却因为湖面上吹来一阵风 莫名地因为九皇叔的离开 有那么一点良意 她收敛心神快步追了上去 九皇叔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刚才的问题 她似乎还没有回答自己 他们以前是不是认识呢 虽然这个问题真的很白痴 可九儿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从她口中说出来的答案 九皇叔不回答 大概是因为 自己的问题真的太白痴 也无聊 所以高贵的她拒绝回答 唉 两个人走在小道上 一前一后 一路上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凤九儿完全没有任何目标 就只是跟在战青城的身后 就这样离开了九王府 王爷大晚上出门 真是要吓坏了守门的侍卫 但王爷的事情 谁敢过问 可为什么身后只有凤九儿一个人 玉大人呢 玉大人没有跟在王爷身后 这不妥吧 要不要去通知玉大人 刚离开王府后门 镇青城脚步忽然轻点 转眼间已经略出了十丈之远 十丈 真的只是眨眼的功夫 凤九儿心头一顿震撼 深吸一口气 她不敢多想 立即迈步追了过去 九皇叔走在前头 脚步缓慢 甚至每一步迈出去 都像是刻意放慢了动作那般 可就是如此缓慢的动作 却让凤九儿追得气喘吁吁 竟然还是追不上 她也是个不服输的丫头 追不上就继续追 一路上收敛心神 除了追赶九皇叔 便心无旁骛 什么都不想了 终于 镇青城停了下来 她是说走就走 说停就停 完全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可凤九儿不一样 因为跑得太用力 现在要停下来 竟然有点杀不住 砰的一声 直直撞在镇青城的背上 再被猛地弹了回去 咚的一声 跌坐在地上 鼻子好疼 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平时就是如此练功的 镇青城转身看着她 晚风将她的长发扶起 这一幕美得惊心动魄 如此涉人心魂 凤九儿原本觉得 自己的鼻子真的很疼的 可现在 看到夜色中长发青阳的九黄书 竟然鬼使神差的 不那么疼了 色不迷人 人自迷 这月下美男 简直要迷死人不偿命 为什么这天底下 竟然可以有男人好 看到这地步 她坐在地上 抬头看着站在面前 不远处的男人 竟忘了 接下来该要做什么 坐在地上很舒服 男人垂眸盯着她 写满桃花的眼眸 星眸微微眯起 如此舍不得起来啊 嗯 凤九儿一愣 才想起来 自己现在在做什么 她竟然 看着一个男人 看到饭花吃 看到连自己身在何处都忘了 连忙收敛起心神 从地上爬起来 才意识到 鼻子还是很疼很疼 她揉了揉鼻尖 瞪着她 心有不甘 九皇叔 你干嘛忽然停下来 让得我好疼啊 本王不停下来 难道要直接跳崖不成 湛青城目光如水 淡淡的 凉凉的 跳崖 什么意思 风九儿往她身后看了眼 这一眼 无看还好 一看 吓得胆子都要裂了 原来刚才她站的地方 竟然就在悬崖边 那么靠近悬崖 再往前一步 绝对就会摔下去 可她刚才 竟然完全杀不住 一头撞在她的身上 冲击力这么大 竟然没有将她撞下去 简直是奇迹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晚 我刚才的撞击力 可是不小 看看她被弹回来 跌落在地上的惨状就知道 力道有多大 直到现在 小屁屁还疼着呢 可她 竟然真的稳如泰山 连身形都不曾动一下 湛青城还是淡然看着她 就像是 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那般 凤九儿很是无奈 好吧 九皇叔就是九皇叔 人家是大神呢 哪是他这种小菜鸟 可以理解的 不过 九皇叔这功力 也实在是太可怕了 以后 有什么格斗比试之类的 要是看到他 立即躲开十万八千里远 九皇叔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大晚上 带他来跳崖 呸呸呸呸呸 只是 带他来看崖边的风景吧 虽然 这里黑漆漆的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 有九皇叔在 就有风景 他随便往哪里一站 哪儿就成了 泉下最美的画卷 所以 看人就够了 风景什么的 实在是太多余了 带你来跳崖 男人低沉 磁性的声音 立即将他 涣散的思维 拉了回来 哦 凤九儿点点头 九皇叔说什么 就是什么 他说来跳崖 那就跳呗 不过 跳崖 一个机灵 凤九儿猛的 睁大眼眸 九皇叔 你说 九皇叔 你要做什么 老天 他真的抱着他 去跳崖 长臂一身 将他搂在怀里 竟然就这样 迎着崖峰 跳了下去 狂风 在耳边脸上 呼啸而过 因为速度太快 让他连呼吸 都缓不过来 真的要死了 这么快的 下坠速度 就算九皇叔 伸手再好 也不可能缓过来的 现在不挽救 就来不及了 九皇叔 到底在想什么 凤九儿真的很想 开口提醒几句 因为有加速度 他们下坠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分分钟 真的要人命的事情 可是 九皇叔不当一回事 是他太过于自信 还是根本就是太莽撞 谁会真的来跳崖呀 虽然不知道 九皇叔想做什么 但九儿知道 九皇叔绝对 不是来寻死的 可现在这般 再不想办法 和寻死有什么区别 焦 风太大 声音还没来得及出口 已经彻底被吹散在风中 九儿只觉得 呼吸越来越困难 这风 刮得他两片脸颊 犹如被刀削一般 好痛啊 忽然 一只大掌 落在他的后脑勺上 将他的脑袋 摁向他怀中 闻到他身上 熟悉的气息 那一刻 九儿心头的恐惧 猛地被清空 忽然之间 竟然有一种 彻底依赖上他的感觉 似乎 只要有九皇叔在身边 就算一起摔个粉身碎骨 也无憾此生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